Hello,大家好,我是郑浩君,新加坡华乐团的深演奏家 你笑什么? 他们讲开术 你自我介绍 Hello,大家好,我是浩君,是新加坡华乐团的深演奏家 然后我是国君,也是一个作曲人 其实我认识国君应该是因为新加坡华乐团 我们经常奏你的作品 原本的演出日期应该是在20年 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一直延后延后延后到自己 全部东西都是因为疫情的延后 对 为什么你会找我写这首曲子 因为深本身的曲目没有很多 所以我一直都很希望作曲家可以写多一点 作品给深这个乐器 现在我在新加坡华乐团 这么多年了 也希望当然有一个非常好的新加坡作曲家 也有,我都会讲好 来 来写一首新的深作品 你第一次找我,然后又是传统深了 我又不会吹深了 不容易,这给我很难提 因为深其实这个乐器说真的真的有点麻烦 很多限制 就是很多限制 不是我讲的 这个是圣演作家讲的 其实说真的很坦白说,我很喜欢这个曲子 谢谢 给我的感觉是有很多内在的感情想要表现出来 整个音乐的风格可能也是比较黑一点点的 你可以提醒我,你的海报是什么颜色吗 我的海报是,你问他们呢 黑橙红色 黑色的 对我来讲,我觉得你的海报呈现了就是那首曲子的颜色 我有一点那种火花的那种 那种感觉,有点生火的颜色 其实我第一次收到乐谱的时候呢 这个曲子的主题第一次出现的那个小节上面 我就写了两个华语的 就是两个华文字在那边 我就写了神秘 神秘啊 因为我觉得它第一段就是 好像在寻找一些东西 然后很神秘的一个气氛的感觉 然后所以我就在我的乐谱上 都是写了这两个字 真的吗 真的 等一下,我拿给你看 然后你再听,再听,然后你再练 你还是觉得它神秘吗 还是觉得 我这首曲子很像花了比较多时间来写 因为对我来讲,这是新的乐器 我也不想乱写给你 然后你也知道 我写这首曲子的方式是不同的 是想着那个手心 就想着那个模式 所以花了很多时间来构思 我不知道演起来会不会很难 难度一定是有的 可是我觉得我认识的作曲家当中 不是说他们不好 这句删掉了 那国军真的是很细心 他把我的左手跟右手的配合的程度设计得很好 所以虽然是有一定的难度 我练习的时候,我很享受整个过程 希望在9月13号 新加坡华谣团音乐厅看到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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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